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j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这节课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十二讲 那么这一讲我们主要的内容是SocketIO的命名空间的一个划分 那在这节课开始之前的话 我们要优先去完成上一节课我们还剩余的一点内容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文件发送和这个文件的一个接收 当然这个上传文件的UI我们已经简单的实现了 那么我们就还需要来实现发送文件和接收文件这两个 那么这两个是我们这节课的第一个大的任务 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命名空间的一个划分 那这样我们涉及到两个知识点 我们还是点进去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命名空间与room 第二个呢是命名空间的使用 这个具体的一个细节我们待会再说 我们现在呢先来完成一下我们的前面一个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的代码已经实现的差不多了 我们接着来把它实现完整 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先启动我们的脚本 好 启动了 启动了之后 当然我们这边还是先把它先跑一个起来 好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昨天已经 上节课已经实现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这儿呢接着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点击我们的这样一个按钮 就需要弹出这个层 然后呢点cancel 点我们这个cancel会关闭这个层 点send的话会发送文件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这几个按钮来注册事件 那么先找到我们这个按钮在这里 对于send的按钮我们就放在这儿来做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这个文件发送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叫 file cancel 这个file cancel的话 也就对应我们这个cancel这样一个按钮 好我们想一下我们既然要当它消失 那么很明显这两个类这个弹出层和这个遮造都需要消失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两个也一起改造一下 比如说这两个元素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把它定义出来 这个是什么呢 好那很明显我们在下面注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做了 好注意看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叫btn-sendfile 好这个时候是sue 那我们再来注册我们的cancel这样一个按钮 应该是btn-sendfile 应该是btn-sendfile cancel 当它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 很明显我们不管它怎么做 我们就是需要把这个 让它hide 让它隐藏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点击sendfile 点击sendfile 点cancel 好就关闭了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send需要来实现 sendfile 好这个叫filesend 这个名字呢有点像 好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很明显我们是要获取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呢进行一个传输 那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来来写呢 好这呢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文件 先把我们的文件找到 这样呢我们用js的一个方法 找到这个文件输入框 然后呢找到它的files 这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文件的长度是0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做什么事情呢 弹出框 好要选择一个文件 否则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文件给取到 好每次选一个我们就用第一个 好这个地方就要做什么事情呢 发送文件 其实和我们往常的写法是一样 调用服务端的这样一个 send file这样一个事件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对象给传过去 这个对象同样的也会有 knit id 当然还有我们的file 也有我们的file name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文件发送 发送好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cancel 也就是我们这个进行一个隐藏 发送成功 发送好了之后我们就把它这个框给隐藏起来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效果 来简单看一下 好 send file 直接点 那么它就会提示一个必须要选择一个文件 当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文件之后 点send 那么文件就发了 然后它就消失了 又可以发消息了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客户端的发送已经实现好了 那我们的后端 又应该怎么来接收这样一个文件的处理呢 其实 还只这样来看代码吧 当我们接收到send file 这样一个事件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需要怎么做呢 当然参数是我们的file object 其实应该是 file message object 文件消息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我们的 要把从文件的一个地址给找到 past.resolve 好这个是node里面的 their name 当前目录 然后在当前目录里面找到我们的 public files 然后呢是我们本身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file name 看一下我们在这边写的是 file name 所以呢我们这个后端也就需要一些file name 那么第一个呢是找了它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写文件 看一下有没有fs 看一下有没有fs 看好这儿没有fs 所以说我们先把fs给引用进来 fs呢是node里面操作文件的一个包 好找到之后我们就同步写文件 file pass 好写文件 以什么方式写文件呢 以二进制的方式来写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呢 写完之后我们肯定要给客户端来一个通知 好这里需要通知些什么内容呢 首先是我们的niclaim 好谁发的 然后当前时间 然后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文件名 还有我们的connectID connectID的话其实是我们客户端传过来的这个connectID 通过这样的一个回调过去 那么我们客户端就能通知 当然这个事件我们要回到客户端去写这样的一个监控代码 我们写在这儿 unconnect 当然我们把它往下一点 因为这两个是一起的 我们看看 我们的分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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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我们肯定就应该是写什么呢 write message 这个message呢 是我们user发起的 然后呢 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呢 我们给它提供一个什么呢 一个地址 可以给它下载 所以这个地方 href 注意了 这里稍微用到一点 我们的这样一个 yes6的一个语法 要注意一下 好 当然这个地方也会有我们的connect.id是不是等于我们的提交者 好 这里算了 我们还是考虑一下把它处理一下 就叫什么呢 我们还是把它用成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语法 这个地方还是用这种符号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里就应该用 加号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填充我们的内容就好了 注意了 注意了 这里我们还有一个叫 你claim的属性 也需要串四个参数 好 完成了 现在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测试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用bbb 好 现在已经有两个用户了 那我们在b这边 我们发送一个文件来看一下 好 我们就直接发一个python send 注意看 没有收到 这是哪出什么问题呢 看一下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bbb已经下线了 什么原因呢 bbb上线 好 上线了 再试试 随便发个图片吧 都没有内容 好 随便找一个文件来发 send 我们看一下它这边会自动下线 看一下是因为这出错了 所以它就会下线 什么错呢 它就说我们这边没有文件 目录或文件不存在 所以说这个files这个目录没有 好 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了 是在这个files这个文件没有 看一下是哪个file呢 是在public下面的一个files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files这样一个目录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就找得到了 所以它也就没问题了 我们再来上线一次 这里有两个a 当然不影响 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用户 再来发一个 发送成功的 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也就出现了一个 不过名字呢 叫onify 这个有一点问题啊 实际上我们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这边 所以我们这哪个地方有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file name没有对 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这个file name 是在哪个地方提供的 这个file name的提供者的话 其实上是我们的后端这样一个程序 所以这边 它不叫file name叫什么呢 叫data 所以这前面 我们这边也必须要用data 这两个属性来访问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一个用户 两个用户 OK 那这个时候 我们随便双传一个文件 那么点击 是不是就可以下载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文件的一个传输部分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 实现下一个内容 好 这边就完成了 下一个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是命名空间 和这个room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好处 用命名空间的 这样一个好处的话 是节省这个资源占用 就是说它不需要 用两个不同的程序 就能够实现 多种不同的一个连接 所以呢 它是能够节省一个资源占用的 就是TCP链接 它会节省 然后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同一个时间 关注点分离 就是说我又可以 做后台通讯 又可以做前台通讯 那这个时候呢 效果就比较好 就是命名空间的一个作用 那么命名空间和room的一个关系 是什么呢 这呢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喻 就是说 命名空间的话 就相当于 一个餐 一个餐厅 就是火锅餐厅 然后呢 然后命名空间二的话 就相当于另外一个餐厅 就是海鲜餐厅 然后这两边 是相互隔离的 就说他们两个之间 要相互访问的话 就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每一个room的话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餐厅里面的 这样一个饭桌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room的一个概念 好 这个呢 是命名空间 与room的一个关系 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一个命名空间 可以包含多个room 好 这是一个包含关系 然后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命名空间的一个使用 这里呢 我们需要设计的是 默认的命名空间和创建命名空间 我们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好 我们在这客户端 我们把这个connect给打出来看一下 好 好 我们看出来了 我们打开这个链接一看 这个claddy对象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叫nsp name space 可以很明确的看 它就是一个命名空间 它是什么呢 一根下滑线 一根斜线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并没有设置一个设置命名空间 那为什么我们这儿默认就有一个命名空间呢 这个是因为我们每次的一个链接 它都会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一个命名空间 然后默认情况下的话 它就是一个斜线 这里呢 其实是这个io 这个io的name space 就是一个斜线 那如果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命名空间 应该怎么做呢 好 new name space new nsp 那这个新的命名空间 我们就需要通过io.25nsp 好 通过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新的命名空间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它呢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io对象 然后所有的处理方式 就是和我们上面的io没有任何区别 好 这里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 看一看 这个呢 我们就创建好了一个新的命名空间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要如何来用它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来这样用 这所有的都是一个命名空间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我们要使用另外一个命名空间的东西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里的话 看一下 这个connect1 其实这里是这样做的 我们就可以 connect for new nsp 就是新的一个connect 然后它呢 是通过io connect哪来的呢 这个url就有一点变化了 前面的部分不变 注意了 n 我们看一下这边写的 叫什么呢 nsp1 那这边的话 我们也就应该用nsp1 同样 同样 它在连接的时候 什么呢 好 这样一个 来看一下 我们看后段有没有连接 连接到 没有反应 好 注意看 connect for new nsp 它呢 已经连接服务器成功 说明说明我们它 它已经连接成功了 那我们在后段的这边 也可以看到 新的一个nsp已经连接了 所以这个name space的话 相当于重新开了一个服务器 只不过呢 它是在一个程序里面 类似于开了一个服务器 好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命名空间的一个作用 那之后的一些用法的话 其实和我们的client对象 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也是同样的监听事件 进行处理 那么就OK了 那他们有什么差异呢 就是说 在client for new nsp 这样一个client 这个client里面的东西 它不能够直接发布到 我们的默认命名空间下 所以它是一个有一个隔离性 好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想群发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的一个群发的话 就是说 nsp然后直接emite 一个事件出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不用担心 它会访问到 Io的这些client 它只会呼叫到 我们的nsp 这样一个命名空间下的所有 socate对象 所以这个呢 就实现了一个很强的一个隔离性 它们两个没有没有办法直接通信 但是有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个 用nsp这样一个命名空间下去调用nsp 去调用more的命名空间下的一些事件 这样的做法 其实其实是可以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这种做法 那么这个消息谁会收到呢 这个消息的话 在我们的客户端是connect会收到 但是呢 connect newnsp是没法收到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一个使用 好 这个数点 好 自此的话 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完了 明明空间也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我们下节课呢 为大家讲解 下节课为大家讲解这个聊天室房间的一个管理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enjoyed 我们下节课 reco 水 水 草 deutsche 水 水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